罕见的洪水 严峻的殉情 被困的群众 武汉告急 牵动13亿中国人 每一颗善良的心 总有群人 哪里水深 逆水而行 出现在积水里 暴雨洗礼 视似坚守 尽现钢铁民警 英雄本色 坚实的堤坝 天望栏目即将播出 2016年6月30日 原本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但是很快 它将被所有人深深铭记 这一天 湖北省武汉市再次拖击它 接下来的一周 清潭如注的暴雨 和特大暴雨 集中而止 降月墙 降月亮 依图和武汉 自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致 武汉是百湖之市 我们的胡摇湖泊的水位 也是在汛起 创下历史之灾 武汉地区里 所有的大中小型水库 它的遗宏类数量 这个也创下历史之灾 连接长江汉江的这些 连江支流率水位 今年也是创下历史之灾 入夏以来 湖北强降雨过程 强度大 范围广 汛情的重心 多在中小河流 湖泊 水库 湖北省17个市 81个县 遭遇罕见灾情 1000多万人受灾 47人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 158亿元 我们本地里 降雨量 降雨强度非常大 再加上上游的渴水 来水很大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 上压 下滴 内外加击 这种训练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抗洪 另一方面要排浪 所以局势非常严峻 与情告急 汛情告急 灾情告急 本台叫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近日对人民解放军 和武警部队 支持地方防汛救灾 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 近期 全国多地汛情严峻 防汛救灾任务艰巨 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军委要贯彻 党中央决策部署 根据新的训情和救灾需要 指挥人民解放军 和武警相关部队 训即奔赴防汛救灾第一线 发扬我军能打硬仗的光荣传统 发挥突击队作用 大力支持地方 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为保障人民生命产产安全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做出贡献 湖北省委省政府 武汉市委市政府 坚决贯彻落实 把防汛抗灾作为压倒一切的 头等大事 此刻武汉处在自1998年以来 外洪内涝 父辈受敌的最艰难时刻 新州区的菊水河 岛水河 黄培区的涉水 附河 以及菜田 江夏等新城区的水库 河流 堤坝 经过多轮雨水浸泡 险情不断 多起山洪 泥石流 滑坡灾害 城市内涝 相继发生 6月30日凌晨 武汉市政府应急办 紧急发出了14岛暴雨预警店 7月1日早上 武汉天河机场 通往第二航站楼的 寒洞积水 所有进出脚车 无法通行 大批旅客 受阻在机场高速上 湖北省公安厅 机场公安局 第一时间 冒雨紧急排查处置 现场指挥 所有进出车辆绕行 确保运送乘客的大巴 快速进入机场 疏散滞留旅客 在湖北省委 省政府 武汉市委 市政府的调度下 武汉公交集团 迅速调集 80台公交应急车辆 60台机场大巴 全部穿越停机坪 紧急百度旅客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7月1日 因长江上游 麻城决定 武汉市最远的新城区 新州的菊水河 超设防水位 达到28.3米 一个半小时后 便突破警戒水位 高达29.36米 新州的防御应急响应 迅速升级 新州区呢 是三条河贯通这个全区 一个是菊水河 一个是岛水河 一个是沙河 山河 四湖 它这个水系啊 还是比较多 13个小时之内 暴涨了8米多高的这个水位 严重地超保存水位 这个地方呢 是晚上6点多中出现了溃口 晚8点 一股来势凶猛的洪水 直接避到了新州珠城城关 珠城城北段 出现了万一的严峻形势 珠城二十万人 需要连夜冲移 二十万人 连夜大转移 非同小可 但二十万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 更比天道 这是今年武汉 抗护抢险的 第一场遭遇战 我们的防信康汉总指挥部的政委 是我们的市委书记 阮成发同志 我们的指挥长 是我们的万勇同志 还有我们的各位副指挥长 都在这个地方集中办公 日夜就在那 在这研判 在这分析 在这调度 一旦哪个地方出现险情以后 我们即时就调集兵力 搞好强险 搞好应对 确保了这个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的安全 当晚八点 离世八点最近的 武汉市公安局新州分局 连夜在分局大院集结 新州分局党委书记 局长陈卫生 政委吴维 率分局突击队 派出所二百六十余名警力 第一时间赶赴诸城城北 三殿街 新冲 旧街 凤凰当地 开展紧急 抢险救援 同时 武汉市消防支队指挥中心 接到市政府命令号 第一时间 激动了抗风抢险应急救援方案 迅速调集一百二十名官兵 二十艘冲方舟和橡皮铁 二十四台消防车赶赴新州 空军航空兵马师 空军御警学院 中部战区空军某指揮所 接到支援警车后 近隔八十分钟 九区车到达详写现场 首先要抢救儿童和老人 因为新州区啊 它是一个建筑产业功能比较多 每年在外打工的功能呢 有四十多万 留在区里面的大多数都是老人 儿童和妇女 七月二日凌晨三点十分 空军御警学院四百多名官兵 和海军工程大约三百五十名官兵 冒着大雨 经过近七个小时的联手作战 第二道满水堤坝初见初醒 清晨六点半 满向诸城的水止住 上午 武汉市市委书记阮成发 赶到诸城城北工业园 查看正在紧张加固的 漫地溃口 当他得知第二道防线 当晚即可顺利完工时 不禁有感而发 这个地方的险情直接威胁到 新州区城区二十万居民的安全 所以你们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险情能够堵住 县城就安全了 所以现在尽管水位在下降 但是按照现在的 汛情语情的判断 今天晚上 明天还有大道暴雨 所以这个地方水位还可能上涨 所以呢 还希望大家不要因为现在水位下降了 这个有丝毫的松懈 还得再接再厉 所以在天黑之前 能够把这个地方能够加固好 我再次感谢大家 7月2日14年 局水水位28.91米 四个小时后 局水水位下降至28.59米 稳定地会落到经济水位29米之下 让更多抗洪的身影 依然活跃在各地方显断 巩固着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凤凤 三殿 珠城 新冲 还有礼吉 我们都是坐着冲锋舟 在这个行道上 在那来回地奔跑 老百姓到了这个最危难的时候 他看到我们的政府 看着基层的党员很感动 成为他们的主心骨 成为他们的依靠 强降雨带来袭 长江中下游水位 持续快速上升 7月2日 武汉市新州区局水河 积极支流汇口70米 凤凰镇三殿镇 二百多个层庄受灾 上万群众被洪水围溃 生死静速 应急力量与时间赛套 全力救援 给无助者一个个深的希望 傍晚 在新州区东河河堤上 十分钟前还能看到地面 十分钟后就被洪水淹没 106火道成了航道 殉情发生后 居住在东河主堤和紫堤之间的 一百二十多村民 陆续被武汉消防官兵 新州公安民警 安全转移了出来 在极难显著这样一些场面上 都是靠我们的领 人民解放军 武警消防官兵 抗我们的公安干净 这才是一支人民自敌的领队 他们真是不及个人的安慰 克服重重困难 在第一时间到达强陷的现场 抢救老百姓 与此同时 民间力量也在火速支援 菊水溃口现场 感动中国的长江救援队 二十四名队员 携带三条出风中 一千箱已用水 十余 救出八十四名受困群众 参加过汶川地震救援的 云豹救援队 也救出二百余名受困群众 七月二日 已经在防汛墙县第一线 奋战了昼夜的 新州区公安分局局长陈卫东 依然和全局民警 建设在全区重点路段 步道路面交通 第一时间 拒保省市救援部队 顺利干往各处救灾地 确保整个路弹的畅通不久 救出来的人 可以有序地收散出来 而救援的部队 我腾去专门的道 让他进去 这要保证整个救援工作 有条不紊 当晚十一点三十分 新州局水河溃口 洪水瞬间涌入下流 将新州区三殿街宋渡村 两百多名来不及转移的村民 回忆 武汉市消防支队 江岸消防中队 立即前往三殿街宋渡村 进行搜救 不管是多大的碰难 我们是义无反顾 凌亡之前 由于洪水 宋渡村变得中乱 近村搜救的航路一片气氛 村里水气富 漂浮的家具 水下的树枝 海阶润墙 直接威胁 每搜在水中救援的橡皮艇 同时也考验着橡皮艇上 握手的实战经验和应变能力 随手可能面临的昌威机 被洪水冲走 我们的橡皮艇瓦破 操作被困了我们的罗水 实际上有可能 电线或者漂浮物 障碍物 对我们的船体撞击 操作我们的船体 操作我们的人软的伤亡 为了万无一失地完成此次救援行动 江岸消防中队中队长杜强 当即跳进水里 他一边游一边拖着橡皮艇往前行 由于农村的房子间距比较窄 加上水流湍气 水下暗涌重生 这时搜救小组听到村里有人家呼救 趴在院墙外 杜强看见 洪水已经向院子的大门堵上 橡皮艇无法直接进入 它那个围墙 因为外面没有抹了个水 我开始手推了湿了一下 就有所松动 要是我在水里面 就是选择了第二套方案 将围墙拆掉以后 从围墙里拆掉的缺口那边进去 村里楼房的院墙都是砖网搭建 泡水之后很容易垮塌 为了靠近这家村民 消防队员推动了围墙 打通了橡皮艇前进的道路 此时洪水已经冲破大门 涌向屋子的一楼 这会人家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洪水 下来全部落上了二楼 幸亏消防官兵及时两道 那家里有个年轻的小伙子 他父亲可能腿脚不方便 首先就将他的父亲 帮忙给他扶到我们的橡皮艇上去 再就转移了 因为这两个年纪稍微轻一点 慢慢再把它转移出来 灭墓里成功转移这批分明后 渡墙和战友们再次在洪水中启尝 水里面里很多那种虫子 在我们作业的时候身上是非常痒的 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手伸到自己衣服里面一抓 你觉得会抓住几只虫子出来 就整个晚上在水里面泡到基本上就是这样熬过来 也记不得这是多少个来回 暴雨中 武汉市消防支队江南消防中队 这群8090后的官兵 在洪水中奋战了20多个小时 成功将宋渡村256名被困村民全部救出 其中还有一名仅10个日到的婴儿 我们武汉消防 要说是一只特别冷战斗 特别人吃苦 特别人奉献 一只布地 总共我们是一只消防布地吧 也是一种职责所在 死密所在 在关键的时刻 我们都能够通得上 把人能救得出来 水沿着呢 我们的电就停到那 老百姓就转移到那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区呢 这个亏口的时候 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冲毁的路面 倒塌的房屋 湍急的河水 在过去的三天两夜里 在信州区 洪水带来的重疮 历历在漠 记不下银子 也看不清脸庞 但看到这群解放军 就好像看到了希望 新州居民自发的 用最苦实的方式 来支援前线 为救援官兵 送来食物和饮水 在新冲突河大地 故犯村段 空军航空兵 95133部队的官兵 正在这里抢险救灾 新州某大酒店的 李总经理 得知这一情况后 自发为救灾的人民子弟兵 送去了300份盒饭 用自己的微薄之力 表达对官兵们的感激之情 感谢你们自立兵 在宣传以前 不顾生命危险 抢险救赛 有责有礼物 救我的一份微薄之力 经过抢修 各处灾点通行条件 普遍改善 新州区政府 民政部门 为重灾区 抽搐了急需的生活物资 在灾区的公路上 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安置点里 工作人员冒着大雨 搭建一座座 崭新的帐篷 凤凰镇中心小学 临时安置点 一楼的食堂内 工作人员 正在准备 热气腾腾的饭菜 全社会各界爱心知识 使灾区群众的坚强厚度 他们的善举 铸就了灾区人民 抵御灾难的勇气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 四面环江 河 湖 还有水库的武汉市黄培区 河 滴 险向平生 江湖告急 黄培可以说在武汉市 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无论是政治影响 还是经济顺便 都不能够让它有损失 更何况这里还有113万人民群众 这是党和政府 是绝对不会丢弃的和放弃的 与黄培区 铜家虎 马家虎一滴之隔的 就是复合 两虎一合 水位一直高涨 铜家虎与马家虎之间的这条迷温子堤 长300多米 宽4米左右 据武汉天河机场 直线距离仅1.5公里 铜家虎的内体 就是一片湖区 它和湖北的笑感是相连的 那么这个湖区呢 再往下走 就是机场 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堤 叫南枝堤 是一个民怨子堤 那么这个时候 南枝堤以内的湖水的水位 是已经达到26.32 6月30日 铜家虎兰子堤出现险情 一旦兰子堤发生溃口 大量的水就会涌向两湖东侧 近在咫尺的天河机场 如果兰子堤不 那么正在施工建设的 武汉机场新航站楼 就会受到很大的威胁 险情就是命运 吹响了铜家虎保卫站的集结号 哪里有险情 哪里就有公安民警 或者我们的邪情队伍 为稳住滴脚 必须在滴下游 强制抛田石料 加固堤坝 黄培区委区政府 紧急调动全区重型浴水车面 装上石块 紧急赶往篮子堤 因堤坝上桌椅面狭转 堤坝基础松软 易塌 重型装备无法进入 几百名解放军战士 及武警官兵 公安民情 只能手挖肩扛 加紧装铁 将一个个沙袋 累在堤坝上 从6月30号开始 我们就开始了 艰苦卓绝的 阻击战 投入的民工 干部群众 1000人次左右 也有空降兵 也有武警的 湖北总队的官兵 一起参入了这个阻击战争战斗 暴雨中 武汉市市委书记软承发 赶赴同家湖 拦字堤 慰问抢险一线冠兵 同时 要求大家 要全力抢险 确保人在堤在 全力防止 被迫溃敌 确保机场 正常运营 通道畅通 经过八昼夜奋力抢险 作为天鹤机场 重要防汛屏障 黄屁区 独家湖南自敌 仍然溃口了 洪水从十多米般的溃口 汹涌而下 互相进名武汉天鹤机场的 马家湖 在我们祖籍 八天八夜的这么一个期间 机场三期呢 已经做好了充分的组员 他们已经组成了 接近三米高的 另一个地方 截止到目前 机场是安全 为确保机场防火安全 解放军 武警部队还兵 及黄屁区干部群众 在兰子堤 倾尽全力 奋力强行 为天鹤机场 应对外围殉情 有序组织防洪 赢得了宝贵事件 暴雨导致黄屁区 全区大面积被添 黄屁区内 猪药河有 长江 福河 涉水河 水费猛涨 黄屁后湖大堤 汉口北断 多处出现慢堤的熏气 直接威胁 汉口北市场群 和周边乡镇 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 汉口北的小商品市场 它的规模 以我们义无害大 靠称亚洲第一 如果说我们这个后湖的水 把小商品市场淹了 无论是经济 还是社会影响 都是不可递步的 减情就是减情 头一天 刚刚重温入党誓词的 汉口北派出所党支部 文讯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在家轮休的民警和府警 全远上阵 迅速投入到抗洪强险 一线 大暴雨持续不停 水位不断上升 在后湖汉口北断的大天上 湖水已经万过一半 汛情十分紧迫 我们边加工加高 雨水 水位不断的上升 时间就是命令 我们要跟时间晒跑 危机贯淘 在不到三公里长 不足一米五宽的 这个地面上 黄体公安分区 汉口北派出所的 全体民警 福情 一起振奋夺秒的 紧急持人 大家你一瞧 我一袋 扛着你一包沙包 伸一脚 浅一脚的 踩在泥里 铺设防纳布 架高架构堤坝 我们有些福警 都是80后90后 在家都是独生子女 是父母的早上明珠 他们是第一次参与抗洪抢险 他们被杀赖的时候 手是不破了的 脚上起了雪炮 但是没有一个人退出 为了跟时间赛跑 跟水位赛跑 黄体公安从早上八点 一直奋战到下午两点 他们在堤坝上 夹带着雨水 泥水 吃碗馒头 又立即投入到 紧张的堤坝加固 加高的强险中 我们管理会组织有力 我们全所全力投入 保证了后护 拉按滴 没有慢滴 没有可以滴 保证了市场和周边 相证人民群众的生命产产 没有受到损失 保证了我们 黄皮 汉口北经济的发展 在黄皮后部大敌 汉口北段宝贝战中 汉口北派出所 全体参战民警 辅警 牢固树立 往前站一步的担当一事 用他们的血肉之躯 书写着人民警察 为人民的忠诚 风生汉山 樊路韬 雨点飞空 射墙 江城武汉 长江水位也不断攀高 7月3日 青山临江大道 长江大地边 岛口湖 发现四处 有翻沙谷水 谷水冒泡的现象 4日 确定是管涌险情发生 青山岛口湖 是1931年 长江大地绝口后 形成的 长越120米 宽越100米的岛口湖 岛口湖 距长江边水面 大约有400米 中间有青山区政府大楼相隔 岛口湖 这个地方是一个老的闲的 如果不及时的治理的话 随着长江水位的走务间的增高 这个堤内或堤外的压力增大以后 很有可能这个管涌就管成一个溃面 形成我们长江干堤的溃口 现行必须及时控制 7月4日下午3点 专家制定完成岛口湖 强险处置方案 区委区政府现场指挥调动 迅速组织强险队伍 紧急实施强险 防护嘛 作为武汉人来说 是天大的事情 面对这个 头发的警醒迅情 包括灾情 是第一次到现场的力量 同时我们在紧急布局 这个后勤保证上都做了安排 所以一旦局限行的时候 让区委区政府放心 傍晚 青山分区最快的速度 组织了一支坚实的强险突击队 第一时间到达强险地段 与湖北陆区预备一高涉炮兵师 青山区人武部 青山武警 水务等多个部门600多人 参与道路轻炸搭建壁武棠 装运砂石料强险工作 按照当时管运有的出水点 有三个混沌点 我们就在周边全木码的砂带 砂带的标高 是以当时的水面 超过0.5米为标准 在紧张的18个小时里 青山公安民警 活跃在强险各个环境 他们展现的 除了勇敢 还有专业 特别是有两个点 摸和摸的最横的两个点 两边大概有30多米 我们所有的机械设备所 到不了那个地方 必须要由我们走着人墙 在学院里面这样的接待 一起 走进走进地 把我们这个砂带 一直压到最远的一个点 那个地方开始压死以后 我们才好 用大型的装备 来进行作业 为尽早控制险庆 青山公安分局 强险通缉队 最先到达岛口湖 管辱翻杀县堂 最先下水 构筑体验 最先开始分装沙袋 站在水中 传递填满沙袋 一袋袋被分装成细沙 细石 粗石 大石 这样的沙袋 每一袋是60斤的重量 拎起来还能跑 比马拉松的强度还要大 当时就用碎石装袋进行维宴 在维宴里面三十公分的粗杀 三十公分的碎石 分成倒滤 倒滤完了之后 上面就是清水了 再没有那个混浊的水出现了 第一天晚上 这一次潜血 控制了满影洞口湖 扩大 起来很关键性的作用 非常感谢我们第一批到现场 包括我们武警战士也好 我们公安民警也好 大家面临的这第一次 第一场印章 没有任何人到现场 交苦交流 7月6日上午 李克强总理从湖南岳阳 乘高铁击赴湖北武汉 一路上大雨输重 总理一下车 直奔青山区长江干堤 倒口湖堤段管用现场 只会强险救败 给我们其他哭 应该说到现场 总理第一句话就是 问大家有没有信心 全场的 包括很多阶务 包括我们公安民警 解放军战士一起 大声地说 要有信心 这个时候确实是我们很激动 由于发现早 处置及时 经过一千多居民的日夜抢险 6日中午 高铬湖管用抢险 基本险情已排除 自进入汛期以来 长江水位不断攀升 一次又一次刷新记录 长江 汉江大堤 成了保证城市命脉的最后一道防线 7月7日 秦 这是一场又一场暴雨 袭击江城后 放晴的第一天 城市路面上的积水 开始慢慢退去 一座被严重自水困住的城市 又一次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然而 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已经开始了另外一场更为艰苦的战役 守敌 桥口的这一段大堤 共有25.25公里长 那么有30个砸口 其中28个是通道砸 还有七个棒站 汉江啊 他在桥口这一段呢 他是弯弯弃曲的 因此呢 分局党委啊 早在兴起来之前 就超前谋划了 那么在这个汉区正式到来的时候 我们一个派出所 一个责任段 一杂一个击 那么严防死守 确保大堤的安全 白天 烈日当空 晚上 蚊虫叮咬 武汉市桥口公安分局 首帝民警 义无反顾的 24小时 在汉江大堤 每一闸 每一段 不间断 巡查植首 7月8日 是桥口公安分局 古四警务站民警 程柏松 45岁的生日 98年 抗洪救灾时 民警程柏松 27岁的生日 已是在 守寻长江大堤上 度过的 18年前 今天 我也是 当时是 坚守在 抗洪的以前 当时我们局所的 这个杂工 是 抗洪盖的 老师马头 当时的 这个条件 还是十分艰苦的 昨天是 太阳晒 晚上是 闻从丁养 而且能力要 赐个八字经济 不能 有事好 有松懈 我们桥口分局的民警 真的是很可爱 听到防薰的命令以后 大家都 自觉地 投入了赞同 还有呢 我们有民警 正好在这个期间 过生日 那么都 放弃了在家里 这种情况里 也感染了我们 所有的手提的问题 大家重置称臣 一定不辜负 这个 人民的重途 晚上 当成百松 刚刚结束了一轮 寻地任务 回到警务站 看到局领导 为自己准备的 生日晚餐 他激动不已 正当大家 准备为他 庆祝生日的时候 接近台 又一次 传来了警情 成百松 立即放下碗筷 迅速出警 开始夜晚的 寻逼工作 两学一做 核心是 让我们每个党员 都要受教理 明确自己党员的身份 进一步地增加 对党的信念 因此呢 这一次的 抗洪抢险 就不知不觉地 把学习的成果 都体现在了 抗洪的世界当中 水清不退 坚决不下堤 市场大堤 稳如磐石 这些来自 桥口公安分局 各个基层单位 各个年龄段的 首帝民警 因为他们都是 党员民警 在酷暑高温里 夜以继日地奔波 传递着一种 无形的力量 感染着江城的 每一个人 武汉的这个民警 这是队伍 整体素质比较高 他们平时呢 是在保卫着 我们武汉里 武汉里 是在老人家 那是在平时的 您和你 哈 那是在平时的 刚才 我们俐来 工作人。 你和你 在与你 不能过去的一人 你和我 终于你 终于不够战 你和我 终于你 终于不够战 你是我 这几日 终于不够战 有一桩 幸福是不甘 名言 交见我 百天分量不交战 我的娘 家粮草带的和战 我用心 会从命前无一面 本来我 身材伴不能够完 你和我 终于不够战 你有本我想我 我的十神不够战 董事虽然 不够难 我愛你